酒釀謙 因為我一直在搬家 搬家你會遇到很多的人 然後你會聽到很多故事 慢慢的рост に會有越來越多的故事 所以我會覺得說 我們的生活其實是 這個世界其實是 很豐富的 那我們可以透過作品來表現 我們感受到的生活 高雄那種是一個很大的醫學中心 去參觀他們各個醫院 然後我看到安寧病房的時候 我就很有感 我就想說 哇 如果我 因為我們人可能到最後一段路 都會去那邊 對 那如果我想說 我如果人生的最後一段路 是在這個地方待的話 那我會希望說 我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 的環境是像現在這樣 因為我覺得那邊很冰冷 我就想說 可能要讓人家看了之後 會心會很緊 然後再來就是跟他 跟他本身 能夠有一些投射或呼應 因為我自己 待過山上住過海邊 我住在陽明山 我住在仿尿的海邊 所以我就想說 那個能夠讓他們 重新去感受一下 那我們人生的經驗裡面 哪一些部分 是屬於比較美好的部分 我覺得這些可能可以帶進來 所以我就把這些生活經驗帶進來 豐富又寂寞這個命題 是我作品裡面很核心的 一個主軸 我作品其實討論兩個東西 一個就豐富 一個就自由 可是自由這個東西 其實大部分會伴隨著在寂寞裡面 一個地球上 只有住著一個人最自由 可是那是最寂寞的 有一點點像 會很靠近的兩個觀念 它走在一起 所以你在豐富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會 反而有點寂寞這樣 可是你寂寞 你還是可以感受到世界的豐富 我們世界還是很豐富啊 還是很好玩啊 創作會有什麼低潮或無助 因為它已經變成我們的生活一部分或職業 我更會去想說 我們如何去處理這些 對 然後我處理的方法 就是把圖畫好 就這四個字 或者是說 你遇到一些困難 然後那些困難 並不是付錢 或者是做什麼事情 就可以把它解決 因為你必須等待時間 然後那段時間 你會譬如說 慌張或者是 惶恐 那這段時間 你只能把圖畫好 因為你把事情度過去 所以我後來就發現 生活任何困難 你只要把圖畫好看就會改善 所以我後來就會覺得說 所以我後來就會覺得說 那好像是 唯一的 生活的解答 對 其實一直都很辛苦 現在是不一樣的辛苦 現在的辛苦 會希望說 如何去做出更 更值得的作品 對 然後會希望 希望人家 多留一些 心思 在我們作品上 然後自己會希望 對 那個是另外一種辛苦 我覺得那個階段不一樣 會否 做出更多? 坐下 然後大腹 就這樣 來裏 帶你們 來裏